给你们平安 神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灯路上的光 让我们每天花点时间来思想主的道 先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八章 十八节到二十一节 所以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 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 凡没有的 便他自以为有的也要躲去 耶稣的母亲和他弟兄来了 因为人多不得到他跟前 有人告诉他说 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见你 耶稣回答说 听了神之道而遵行的人 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了 那么在十八节这一段的前面 耶稣告诉我们要小心怎样听 那原因是我们怎么听 或者是我们为什么而听 会很大的影响 我们在听的时候的用心的程度 以及我们听的时候的准确度 而后面接着说因为 那么这就表示如何听会决定性的影响 我们是走上一条恩上加恩的道路呢 还是走进了一个 那个连自以为有的也被夺去 也失去的这样子一个结果 那么这一节经文我们可以跟 马太福音的六章三十三节连接在一起看 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说 你们要先求祂的果和祂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我们把它连接在一起 应该能够更清楚地看见 我们要先得着主的道 先建造神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那么其他的地上的事情 神就会加给我们 那如果我们像前面那个撒种的比喻 所说的另外三种情况 也就是把领受建造属神的真理 属神的生命放在我们人生优先次序的 后面的时候 那我们很容易就会落到一个情况 就是我们以为我们所拥有的 到后来也很容易失去 其实耶稣说这句话 并不是说神不愿意我们在地上能够富足 但我们既然是属神的人 既然说我们是要得着永生 我们所要的是永恒的盼望 是永远的荣耀 那么上帝就不要我们落到一个情况 就是似乎是得到了地上的丰富 却没有领受 却没有真正得着天国的荣耀 所以上帝不要我们这么看重地上这些事情 要我们好好的专心在真理 在关乎生命的事 使得我们能够领受这样一个恩上加恩的应许 恩上加恩的祝福 那么你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真实的以这个神的国和神的义 作为他人生次序优先的人 那么当他得着从上帝来的恩惠跟祝福的时候 他所想的不是怎么样子去享福 而是怎么样子把神所赐给他的这些资源 这些力量 这些帮助能够更好地用在 他来寻求 他来认识主的道 他来遵行神的话语 来去帮助人 来去实践神在他生命当中的意象 那反过来如果一个人他眼目所看的都一直是 我怎么样子做上帝会更大的赐福我 我怎么样子做神会让我在地上的事情顺利 会让我在地上的财物能够加增 那么当他这样子去看的时刻 那神即使多给他 往往到后来变成他生命当中的网罗 他生命当中的一个 让他半叠的一个缘由 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个真正把心思意念放在追寻永恒的人 他其实一方面他会轻看地上这些的事情 那么当神给他的时刻 他才能够正确地去使用神所交付他在他手中的 那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要了解 我们真正属于我们的 其实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相信当人渐渐有一些的阅历 应该渐渐能够体会 其实地上的财富是来来去去的 那甚至于与你相交 跟你做朋友的人 其实也来来去去 甚至于自己的亲人 自己的儿女 其实往往到了一个时间点 他也不在你的身边 他也会离开你 那即使还在你的身边 也不见得就合你的心意 我们要了解外在的一切事物 其实并不真的是属于你的 只有存在生命里面的 才是真正属于你的 并且存到永恒 因此我们需要有真理的生命 我们要从一点点开始 神就要再加给我们 使我们这属神 属真理的生命 能够一天一天的丰富起来 那么第三个层面 生命里面的事物 我们靠着从神来的力量 它是会越用越多的 好比说当你愿意 靠着神的力量 愿意去爱那不可爱的人 愿意去帮助那 落在各样困难 各样难处里面的人 当你愿意去做的时候 神就会加给你 你原来没有的力量 原来没有的爱心 原来没有的信心 原来没有的盼望 其实许多时候 我们自己做传道人 我们觉得我们生命 得着帮助的时刻 常常都是在 当我们要向别人 传递真理的时候 那我们向别人说的时刻 其实我们自己的思想 就重新整理 并且当我们说出来 这个话语说出来 它就成为一种宣告 成为一种力量 就使得我们可能 本来自己已经进入到 一个低潮的里面 我们的心就再一次的 被激励起来 这个事情其实是常常发生的 所以按真理而行的事情 按着这个神的爱而行的事情 其实是会越来越多 会越用越多的 当我们愿意谦卑领受主的话语 并且勉力行善行道 那所行的真理 就会在我们里面越来越丰富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知道 我们要得着这样一个 恩上加恩的祝福 我们就要先学会 先领受那先求神的国 和神的义的方向 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 让我们更多的寻求 主的真道 在我们的里面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